傅里乡新兴村长刘文祥参与这次618乡长不选 在这一个礼拜勤跑各个社区 发现多处的道路因为去年918地震造成破损破洞 民众行经时起伏太大相当危险 因此刘文祥表示这些很小的工程 但却是民众急迫需要修复的道路 他希望公所能够重视民众行的安全 傅里乡新兴村长刘文祥参与这一次的6月18号乡长不选 在这一个礼拜勤跑各社区 发现多处的道路因为去年的918地震造成破损破洞 民众行经时起伏太大相当危险 刘文祥表示这些很小的工程 但是却是民众急迫需要修复的道路 他希望公所能够重视民众行的安全 我发现918地震造成的小灾害 大灾害先不要讲 就是小灾害 杜材的落洞 落洞的那种都不处理 这抢手的口令 就带来抢手 所以这种918的道路 我们要先去处理好 现在也要开始了 人民还是香港所 快去危机处理 比较危险 本来就是要危机处理 要继续就要继续 这些地方比较久了 爱家爱户的备访 遇到热情的居民被邀请到家里聊天 希望复理箱能够由复理人自己带头 自己整理自己的家园 618就要到了 刘文祥依然保持平常心 也说6月9号会办理小厂的感恩茶会 即服务处成立大会 希望复理箱的乡亲 能够支持土生土长的复理人刘文祥 记者高松霜复理箱采访报道 ج务复理箱采访报道 中文 Ponca 如果您观察 estrat